首先要告訴您 推動長達二十五年的法官法 目前正在立法院進行二三讀 預計今天晚上將可以順利過關 而這項立法的重要精神 就是建立法官的評鑑和退場機制 希望淘汰掉所謂的恐龍法官 重建社會大眾對司法的信心 被立為司法改革重要指標的法官法草案 這部規範法官進退場機制的法官法 也敢在立法院會期最後一天要過關 而朝野對司法院設人審會和評鑑委員會 是否引進外部人士 由於民進黨團堅持引進 也成為法官法最後的爭議焦點 由於法官法規範法官進退場機制 民間對恐龍法官恐龍判決也忍無可忍 朝野經過不斷協商才總算取得共識 包括在人審會部分組成二十七人 其中引進三位學者專家 但僅對法官出任再任等有表決權 評鑑委員會的部分組成十億人 但加入學者公正人士共四人 並評鑑法官若有懲戒必要移送監察院 無懲戒必要則移送人審會 一旦監察院決定彈劾 則送司法院職務法庭處理 懲戒的內容包括免職撤職轉任申戒等 其中最重免職者丧失公務人員資格 也規定免職撤職者不得轉任律師 法官法也規定 司法院至少三年進行一次法官全面評鑑 一旦有法官違法失職 律師公會和民間團體可向司法院申請評鑑 個人也可用書面要求法院 代轉司法院申請評鑑 此外法官法也犯官法官禁用資格 規定承認法官 檢察官 公社辯護人 公私立大學相關科系學者 德京司法院領選後任用 法官法內容也規定 法官禁止兼職各級名代公務員或私立學校董事 法官法一過關也代表司法體系正式 從自律機制走向他律機制 司法獨立審判空間也將納入外部監督 記者綜合報導